高齡化社会即将来临 许多人正为未来的老年生活打算 但存钱的同时也别忘记多存一些肌肉 因为老化也使得肌肉量逐年下滑 肌肉量不足会影响走路 容易跌倒 抵抗力变差 最后甚至失能卧床 研究显示会增加一倍的死亡风险 专家建议饮食上要多补充蛋白质食物 其中的氨基酸是肌肉组成的主要成分 同时摄取福西氨酸 金氨酸与支联氨基酸这三种氨基酸 促进蛋白质合成的效果更好 除此之外 也建议65岁以上的饮法族 早晚要喝一杯牛奶补充钙质 千万不要怕胆固醇而不吃蛋肉等等 只要把握适量摄取原则即可 东新闻台北报导